侯佩岑呢这个订婚传言真的是越演越烈哦 那么现在男主角也曝光了 这名男子呢就是35岁的黄伯俊 英文名字呢叫Ken 那么今年呢35岁 目前任职于外商银行的交易员 年薪大部盖哦是有这个40万美元的 那么有人就形容说他长得还蛮帅气的哦 有点像是壮硕版的谢霆锋 就是他侯佩岑传闻中的未婚夫Ken黄伯俊 皮肤白皙笑容灿烂 两个人交往将近四个多月 Ken迅速掳获侯佩岑的方心 甚至传出在圣诞节已经订婚 天洁侯佩岑真的订婚了吗 才刚刚过完31岁生日 他被传在耶诞节那时候呢 跟一名叫做Ken的男子本名叫做黄伯俊 在耶诞节当天订婚了 其实呢今年35岁的Ken呢 就在我背后这家外商银行公司担任要职 身价据传有上百亿 不过要掳获侯佩岑的方心哪有这么简单 根据了解耶诞节的中午呢 侯佩岑就是在亲友的陪伴之下 来到这间高级餐厅 当时呢他们的订婚仪式 短短的进行一个小时 洗开只有一桌 听说这个Ken呢 为了要掳获侯佩岑的方心 还送上了一颗三克拉的钻戒 他来过他来过吃饭 是 他吃饭来过 订婚的地点就是侯佩岑喜欢的餐厅 看来南方给女方很大的空间 外资圈加上田姐儿 两个人都有国外求学的背景 一拍即合 虽然不曾一起亮相过 但在外资圈早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外界更传言侯佩岑可能怀孕了 不过他面对大家的提问 拾问施答 很保护 其实今年真的有很多长辈 介绍几位还不错的男士 给我认识 那我觉得还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了解 然后认识 笑得很灿烂 对于闪电订婚的说法 并没有直接否认 看得出来侯佩岑的好心情 真的藏不住 专选台北综合报道